有一句话说人生缘和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苏东坡是我们文学历史当中大名鼎鼎的人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但是他的一生却风风雨雨 可是他都化作了过眼云烟 依然我行我俗 泰然处之 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 我们现在去读苏东坡的诗词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 鲜活真实 可爱有趣 有乐观豁达的灵魂 像他写的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予生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试问领难应不好 却到此心安处是无香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还有他写的莫到春林打夜生 何妨吟笑且徐行 竹杖盲邪轻正马 谁怕 一丝烟雨 任平生 还有苏东坡为了悼念自己的亡妻 跪着不肯吃 贫着不解逐 早晨起来打两碗 饱得自家 君莫馆 他当时被贬到了黄州之后 生活特别拮据 就放下身段和当地老百姓大成一片 一起吃肉喝酒 开始撸起袖子 开荒种地 把自己构成了一个快乐的农民 然后他非常喜欢吃黄州的猪肉 就发明了自己的一套做法 也变成了我们现在还特别著名的东坡肉 后来他又被贬到了广东的惠州 特别喜欢吃那里的荔枝 就写下了一首十荔枝 日淡荔枝三百颗 不辞常做岭南人 他说 这里的荔枝真好吃啊 哪里还管得上岭南是南荒之地呢 为了这里的荔枝 我也可以在这里做一辈子的岭南人 苏东坡是一个特别的有人格魅力的 绝对的乐观豁达的人 他说 温如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和淡州 他的一生当中主旋律就是两个字 就是被贬 但是他却能够在困苦当中排遣 超脱 能够在逆境当中特立独行 能够在苦难当中去品味到美好的人生 我们常常说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苏东坡可以是那一个 隐唱着大江东剧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学士 他也可以是公公于东坡的东坡居士 可以是写下了韩世帖的学者 他也可以是亲自煮肉吃的平凡的人 苏东坡活了六十多岁 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九百多年了 我在历史当中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像苏东坡一样 让我想起来 就觉得内心愉悦 就不由自主地想要露出微笑 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灵魂吧 我对苏东坡怀着一份温情和敬意 得云 就这么看了 大家今天有个人能够突然挽出 对你看到的那装 给你看看